她是一位90后小伙 大学毕业后在澳门工作 2017年被叫回老家东莞养鱼 我理解中的农业是应该需要更多的行业经验来做的一个行业 所以我当时老实说并不看好它 在她手里 普通的四大家鱼也能身价倍增 它们市场的价格就比那种普通的鱼会高三倍左右 它新建鱼塘 养殖家人都没养过的鱼 一斤最高可以卖到40元 你看它的牙齿是很锋利 三年多的时间 它就让销售额增加到了以前的十多倍 2020年 公司销售额达到7000多万元 带动200多户农户增收 真没想到28岁这个小伙子让我们佩服 看广东的钟鹏飞如何巧招养鱼 谁里捞金 财富无处不在 行动成就梦想 欢迎收看《支付经》 今天我们节目的主人公名叫钟鹏飞 是1992年出生的小伙 2016年毕业于澳门科技大学 之后在澳门从事金融工作 2017年 他的父亲生病 就把他叫回老家广东东莞 接手家里的水产生意 他原本对农业一无所知 很多人也不看好他 可谁都没有想到 他只用了三年多的时间 就让家里的生意风生水起 年销售额增长到了以前的十多倍 2020年达到7000多万元 不光自己赚到了钱 还带动200多户农户增收 这位小伙到底有什么赚钱高招呢 早上六点 钟鹏飞带着记者来到他的养鱼场 今天有一笔生意 钟鹏飞需要捕捞到5000斤鱼卖出去 鹏飞带 所以就一个一个在捕来干嘛 装鱼啊 就捕上来的鱼就装在里头 就把它分鱼 对 因为他们现在在那边就是说 把那个网撒着 把鱼拉起来 然后坐着那个船过来这里 然后把鱼就全部装到这个箱子里面 早在前一天 钟鹏飞已经安排了十几名员工 在养殖场的东西南北四个方位 呼洒鱼网 按照目前的市场价 如果完成目标 今天钟鹏飞能有十多万元的收入 经过四个小时的起网 不同种类的鱼被放到钟鹏飞的鱼船上 看这鱼非常生猛 就是我们现在把鱼打上去挑选好 分剪好 每个类型的鱼放哪个格子 这里养殖的虽然是常见的四大家鱼 青鱼 草鱼 鲾鱼 雍鱼 但是经过钟鹏飞的养殖 卖价就大不一样了 我们市场的价格就比那种普通的鱼会高一点 高大概多少 大概在三倍左右 比如草鱼 在市场上的卖价一般是七元一斤 但在钟鹏飞的手里 草鱼可以卖到21元一斤 这让当地很多人羡慕 能把常见的鱼卖出别人三倍的价 钟鹏飞有自己的高招 在捕育现场 记者还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别人都是把鱼养得又大又肥才上市 而钟鹏飞却说 又大又肥的鱼在它这里反而不符合上市的标准 肥一点的鱼我们就放回去里面继续养殖 肥一点的鱼反而不要 对对对 经过一番精挑细选 鱼终于运上岸了 虽然钟鹏飞的鱼卖价高 但在市场上仍然供不应求 来自广州的收购商田一望 已经在岸边等了四个小时 这笔生意顺利完成 十多万元到了手 钟鹏飞很开心 钟鹏飞2017年回到老家东莞 接手了父亲的养殖场 他只用了三年多的时间 就让销售额增长到了以前的十多倍 2020年公司销售额达到七千多万元 不光自己赚了钱 还带动了200多户农户养鱼增收 来了三四年了 把公司的业绩翻了十倍 真没想到28岁这个小伙子让我们佩服 钟鹏飞让公司发展壮大 现在不仅有这个8000亩的养鱼场 在50公里之外 它还有一个200亩的养鱼基地 捕鱼了吗 今天十几位员工正在齐网捕捞黑鱼 黑鱼有着顽强的生命力 即便是离开水 只要环境潮湿 仍然可以生存两到三天 它还有一个特征 让捕鱼的人都提心吊胆 这个鱼非常凶猛 然后它是吃肉的 吃肉的 对 然后它牙齿很锋利 然后你看它的牙齿 对 我们可以试一下 来 对 叶子的金 来 你试一下 你看 哇 你看看它的牙齿 真的 哇 就是手指放在它这里 对 它会出血 所以要特别小心 因为特别凶猛这种鱼类 不仅有凶猛的黑鱼 钟鹏飞还养殖了 鲑鱼和鲈鱼 在钟鹏飞手里 这些鱼最高可以卖出 40元一斤的价格 这位90后小伙 究竟有啥养鱼卖鱼的绝招呢 1992年 钟鹏飞出生在广东省东莞市 2016年 他从澳门科技大学 工商管理专业毕业 之后在澳门的金融行业工作 事业顺风顺水 可2017年3月 钟鹏飞却突然接到家里打来的电话 让他回到东莞 当时钟鹏飞的父亲因为中风住院了 直到现在 父亲的身体也没有痊愈 长期住院卧床 钟鹏飞的哥哥钟伟杰 一直跟着父亲打拼 父亲住院后 哥哥一个人忙不过来 就想让钟鹏飞也回到老家 一起搭理水产养殖生意 当时家里的原因 然后后面就回来了 就觉得家里呢 就说需要啊 人去做管理啊 各方面 人手也不足 因为当时我兄长啊 他也要管理 但是他一个人的话 还是精力有限 钟鹏飞话不多 是个内心柔软的小伙 虽然不舍得 但他还是为了家人 辞去了澳门的工作 回到东莞老家 当时他25岁 周围的人并不看好 这位年轻小伙 因为当时刚开始 他就是一个小孩子嘛 感觉这样 但是没有这么看好 我理解中的农业 是应该需要更多的 行业经验来做了一个行业 所以我当时老实说 并不看好他 钟鹏飞心里憋着一股劲 既然回来了 就要好好干 干出个样子让大家看看 以前父亲和哥哥 一直按照传统的方式 养殖四大家鱼 养四个月就可以上市了 一年的销售额有五百万元 可到了2017年4月 再次投放鱼的时候 钟鹏飞却提出了 一个大胆的想法 他要延长鱼的上市期 养殖十个月再卖 身边的人都很反对 成本很高 本来就有条件 不需要去承受失败 就想着没必要说去拓展 多养六个月 就意味着成本要增加 可钟鹏飞却坚持要这么干 还说只有这样 才能赚得更多 原来钟鹏飞做决定前 先考察了一番市场 他发现有一种瘦身鱼 因为用了特殊的养殖方法 价格是同类鱼的三倍左右 在市场上还供不应求 瘦身鱼主要采用 市场上常见的四大家鱼 通过特殊方法养殖 最终让鱼变得瘦肠 肉质更减实 口感更筋道 钟鹏飞姐的 必须根据消费者写号进行生产 才能事半功倍 我们年轻一代 可能他需要的是一个 我需要的是 不是跟你谈价格 我跟你谈的是 这个产品好不好 对吧 这个服务到不到位 对吧 你这样的话 我觉得我花这个钱 我觉得值得啊 钟鹏飞说服哥哥 让他誓言一年 如果一年后没成功 他就放弃 不能说认可他 也不能说同意他 就只能说尝试去做 一定要做出一点成绩给你看 我觉得 你就说我不行 我就想 我一定要做出行给你看 这片养鱼场 上世纪九十年代 就由钟鹏飞的父亲承包下来 八千亩的面积 水质清澈 养殖条件好 2017年四月 钟鹏飞住到了养鱼场 他买了六两种的小鱼投放下去 怎么养出瘦身鱼 一开始 他也不是很清楚 小鱼投下去四个月后 他发现鱼又肥又胖 这让他有些着急 四处打听后 钟鹏飞找到了东莞 养殖瘦身鱼的能手 梁乳根 请教梁乳根之后 钟鹏飞才得知 要养出瘦身鱼 不仅得有耐心 还得懂门道 必须在时间 饲料 喂养方法上下足功夫 这事可没那么容易 不会投放饲料 但是他投放的是 他的周期长了 而且他还有一个 就是说这个产品 他会重量变小了 然后通过一个运动 轨迹各方面 达到他那个瘦身 要想养出瘦身鱼 首先需要控制养殖密度 一亩水面 只能投放1000斤小鱼 这样才能保证鱼长大后 有足够的运动空间 而钟鹏飞一亩水面 投放了2000斤小鱼 密度太大了 他赶紧捞出一部分鱼 卖掉了 其次 要养出瘦身鱼 还要分阶段 采用不同的四味方法 第一阶段 养殖的前四个月 要比正常四味量 增加30% 100斤鱼 每天需要投放 三斤左右的饲料 增强鱼的体质和抵抗力 四个月后 每条鱼能从6两 长到3斤左右 第二阶段 从第五个月开始 一直到第十个月 不再给鱼投喂饲料 鱼只能四处游动 寻找水草和浮游生物吃 这样自然就加大了运动量 降低了鱼的脂肪含量 减轻了体重 十个月后 每条三斤重的鱼 体重就降到了两斤四两左右 这是普通的草鱼 这是中鹏飞 养出来的瘦身鱼 瘦身鱼的体型更瘦长 鱼鳞也更光滑白净 鱼肉也比普通鱼肉更紧实 虽然价格是普通鱼的三倍 但瘦身鱼在当地市场 很受欢迎 中鹏飞很快打开了市场 把鱼卖到了餐厅 广东人对食材这方面 要求比较高 瘦身鱼就润滑 凭借瘦身鱼 中鹏飞让公司2018年的销售额 增加到了3000万元 回来短短一年多时间 中鹏飞就让家里的销售额 增加到了以前的六倍 大家都很惊讶 哥哥也对他刮目相看 他这个项目也是 他首创了 因为毕竟目前为止的话 趋势发展还是不错的 钱还没赚热乎 2019年 中鹏飞又提出了一个新的想法 他要把赚到的钱 全部拿出来干一件事 开辟200亩鱼糖养新品种 过去 中鹏飞的父亲和哥哥 一直养殖四大家鱼 但中鹏飞却要养殖家里 没养过的黑鱼 鲑鱼和鲈鱼 这让他的家人很担心 对父亲的话表态也很坚定 就失败了 就马上停止 不做 中鹏飞虽然胆子大 但每一个决定都不是盲目做出来的 他要这么干 是因为在市场调查时 他发现消费者吃鱼 还有一个喜好 那卡嗓都难受 那一吃那鱼刺多的 吃完了卡嗓 再上医院了 那不值得 我专门让商家给我挑了一个 刺比较少的鱼 我觉得这个 在我吃的口感上会更好一点 与普通的四大家鱼比 黑鱼 贵鱼 鲈鱼的鱼刺比较少 左边是黑鱼 右边是草鱼 将鱼肉剔除后 可以发现黑鱼的鱼刺明显更少 剔干净后主要是大刺 草鱼的鱼刺多 除了大刺还有很多小刺 我感觉黑鱼它是一个 比较少刺的一种鱼 然后现在普遍人会青睐一点 就是说骨头比较少的鱼 像吃起来不会那么难受 会比较方便 刺少的鱼消费者喜欢 而且市场价格也更高一些 钟鹏飞看好这些鱼 决定要养殖 他还说服了父亲和哥哥 支持它 2019年初 钟鹏飞建起了新鱼塘 养起了黑鱼 桂鱼 鲈鱼 一开始一切顺利 但是当第一批黑鱼捕捞出来后 钟鹏飞才发现出问题了 同一批黑鱼竟然有大有小 大的一条有四斤 小的一条才六两左右 开始我们不知道 那这样期间也会有一些小的规格会出现 同一批黑鱼被捞上来后 经销商会挑走自己需要的规格 剩下的鱼又接着被第二批经销商挑选 这样经过几番折腾后 黑鱼死的死 伤的伤 这是钟鹏飞之前没有预料到的情况 他愁得翻来覆去 睡不着觉 钟鹏飞打起精神 四处请教 后来有专家告诉他 黑鱼凶猛有水中霸王之称 同一批鱼苗放下去 经过一段时间养殖 有的鱼生长快 有的鱼生长慢 个头差别就出现了 个头稍小的鱼在个头大的鱼后面 根本抢不到食物 而大鱼吃得多 个头越长越大 大鱼小鱼的体型差异就越来越明显 钟鹏飞想来想去 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们在我们公司提前分检好了 那我们就配送给客户 那客户就省去了去分检的这个环节 然后我们在产地分检的同时 能够保证到每一条鱼的质量 如果能在出堂时 就将鱼进行分检 那么就可以满足不同客户的需要 也能降低鱼的损耗 但是过去家里人都是把鱼统一销售 钟鹏飞对分鱼也一窍不通 该怎么办呢 经过四处打听 钟鹏飞找到了一个人 他叫吴智健 是当地有名的养鱼能手 吴智健有一个绝活 在当地是人人佩服 大概我们用眼睛都可以看得出来 这条鱼有多少多少 吴智健不仅用手颠一颠 就能知道鱼的重量 甚至看一眼就能预估鱼的重量 不差只有一两左右 都可以 你看这一条一斤 这一条大概三斤左右 三斤左右 让我们看一下 应该差不多的 三叹0.06 这条没有敲过一斤 大概七两到八两左右 真的就是只凭眼睛看就是了 吴智健不仅自己有绝活 还培养了十几个徒 各个擅长分解 钟鹏飞提出 希望吴智健和他的徒弟们 加入自己的公司 他愿意给出高薪 吴智健同意了 有了他和徒弟们的加入 分鱼不再是难题 出水后不用过秤 被分成了三个规格 小鱼六两到一斤左右 中鱼是一到三斤 大鱼三到四斤 批发市场里 大鱼受欢迎 生鲜超市青睐中鱼 电商渠道小鱼卖得好 有了提前分选 钟鹏飞降低了损耗 也与生鲜超市 和电商平台的客户 达成了合作 因为买它们分机后 很方便 我自己想要三斤左右的时候 很快就能拿到 我如果拿回去以后 卖给消费者也很快 2019年 新鱼堂里的黑鱼 鲑鱼 鲁鱼销售额 达到一千多万元 加上原有的四大家鱼 年销售额达到了四千多万元 钟鹏飞让家里的销售额 增加到了以前的八倍多 这一次 父亲和哥哥 彻底对他服气了 父亲决定 让钟鹏飞当家 管理家里的水产生意 哥哥也心甘情愿 协助钟鹏飞 一同发展 那肯定是 还是不错的 我们需要到 我也是配合他 一起去做 2020年 钟鹏飞又有了新的想法 以前家里的产品 都在广东省内销售 他想打开外地市场 消费者吃鱼 都想吃个新鲜 还要涂个方便 钟鹏飞想把鱼 屠宰分割后 切成鱼片在销售 但是生鱼片保鲜 太难了 两到三天 他就到了瓶颈了 就过期了 那如果 就是说 我就不停地在寻找 有没有一些 能够更好的技术 能够保证到这个鲜度 能够保证到五天到七天 钟鹏飞四处打听 找到了一个 有可能帮他解决难题的人 他叫薛俊南 是一家鲜切水果企业的总经理 他的企业有鲜切水果产品 因此 薛俊南的团队 专注研究水果保鲜技术 能让原本只能保鲜 6到24小时的水果切片 保鲜期延长到7到10天 钟鹏飞找到了薛俊南 想寻求他的帮助 薛俊南当场就拒绝了他 因为水产这个行业 跟水果的行业 行业的差距非常的大 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领域 有着我们难以想象的难度 所以我们从来没有考虑 去做这个行业 薛俊南知道 相比水果保鲜 水产保鲜的难度更大 自己没有涉足过的行业 不愿意费尽尝试 但钟鹏飞并不气馁 几天后再次找上门 这一次他想到了一个办法 要跟薛俊南 一起合伙做这个生意 钟鹏飞提出 他花500万元 在东莞建立屠宰场 提供稳定的货源 和优惠的价格 薛俊南负责保鲜技术研发 并且通过自己 卖水果的渠道来卖鱼片 赚到了钱 两个人利润分成 水产的品质 价格和货源 也是我们在做这个行业中 面临的最大的一个困难 但是他能够去解决这个问题 那其实就给到一个 比较强的信心 薛俊南同意了合作 带领团队开始了一步 五十克 卖十二元 借助薛俊南的销售渠道 卖到福建 浙江等多个省份 2020年 仅先切鱼片这一个产品 钟鹏飞的销售额 就达到三千万元 加上胡鱼产品 全年销售额达到七千多万元 不光自己赚到了钱 钟鹏飞还带动了 当地200多户农户一起养鱼 他说以后还要建加工厂 生产鱼肉熟食产品 要在养鱼卖鱼这件事上 赶出更多的新意来 他还年轻 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钟鹏飞经常说 要摸清消费者的喜好 消费者喜欢什么样的产品 他就生产什么 消费者喜欢肉质紧实 口感好的鱼 他就给鱼瘦身 消费者青睐刺儿少的鱼 他就开辟新鱼塘 来养刺儿少的鱼 外地消费者想吃到新鲜的鱼 他就通过新技术 延长鱼的保鲜漆 紧盯市场 牢牢把握住消费者的需求 去生产 创业之路 就会走得越来越顺畅 好了观众朋友 本期的支付经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